美國用烏戰解決俄羅斯的威脅後 必然轉過頭來攻擊中國 應該是明顯不覺的部署 中國不能不防 防也不能止於外交貿易的抗議 中俄是純此相依 俄望中國不易獨活 不能等待美國發起歐洲大戰 再也回主不了才緊張 讚好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訪華 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 中國要求美國合作 共同推動世界和平和發展 沙利文代表美國重新 美國不尋求打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強化同盟體系反華 不支持台灣獨立 無予與中國發生衝突 希望與中國保持戰略性溝通 和平共存 美國的重新立場 看似是確認對華的原有政策不變 但世觀美國近年的行動 卻正正與這些立場相反 與華為敵 而且是全方位的制裁 排斥和圍堵 又以台獨問題為甚 究竟美國公開的言同行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對華政策 對華立場 中國和國際社會應該怎麼相信美國呢? 2014年 明斯克協議已經認明是美國和北約欺騙俄羅斯 表面說是尋求和平 底下卻是美國和北約在烏克蘭準備戰爭 協議只是爭取時間 從開始就沒有和談的意願和動機 這是近年國際上的最大編告 1939年 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署互不侵犯的條約 其中包括秘密協議 德國被蘇聯確立其在東歐的勢力範圍 不慣重 1941年 德國撕毀條約進侵蘇聯 顯然原來的條約是納粹德國的欺騙 讓其可以全力佔領西歐 然後反過來進攻蘇聯 蘇聯簽條約的目的亦是爭取時間 準備對付德國的進侵 並不糊塗 只是缺乏情報 對德國進侵仍是意料不及 故初期戰況不好 俄羅斯或蘇聯 從來是美國西歐代表的西方眼中之釘 不去不快 用的手段也無所不用其極 欺騙更是慣常 蘇聯沒有被騙 但防守亦失策 俄羅斯在2014年就是完全被騙 代價是烏克蘭戰爭 以至今日不約醞釀對俄直接進攻 從歷史上看 美國立國以來簽了不少協議 往往是以戰爭為中 亦包括對原住民部落 包括夏威夷王國的欺騙 而二次大戰後 美國在全球廣撤軍事基地 亦從根本顯示出 它無意國際和平 只是追求全球霸權 美國對中國的立場近似互不侵犯 但卻一方面公華之勢不絕 言行不符 另方面 美國用外交欺騙來穩住中國 好讓它全力摧毀俄羅斯 一如1941年德國在打敗西歐後 進攻蘇聯 美國用烏戰解決俄羅斯的威脅之後 必然轉過頭來攻擊中國 應該是明顯不覺的部署 中國不能不防 防疫不能止於外交貿易的抗議 中俄是純齒相依 厄望中國不已獨活 不能等待美國發起歐洲大戰 再也回主不了才緊張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日前訪華會面之後 美國聲稱外交無進展 無進展首先要問他們來華談什麼 據會後公佈 美國只是重新對華立場 卻是一直以來的表面立場 實際政策與之相背 美國不會因為這些立場 而特別來華談判 這些不是沙利文所可談判 習近平接見只是表示中國尊重美國 但並沒有新政策表達 僅重複這幾年中國堅持的立場 沙利文訪華似乎沒有多大目的 但為何要訪華? 為何習近平要接見他? 沙利文訪華會見的是中國外長王毅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前者屬外交禮節 後者才去訪華的真正目的 張又俠是最資深的軍委副主席 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 作為中國軍隊系統和政策的負責人 他與沙利文會面 應該是談重要的軍事問題 公布沒有說明議題是什麼 只強調中央軍委負責人 代表軍方多年來 首次與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接觸 接觸什麼? 美國有評論說這些是基辛格式的接觸 基辛格在同樣的職位上 1971年秘密訪華 達成尼克遜訪華的政策大變 如果沙利文真是基辛格式的接觸 不可能是中美元首見面 因為這些已經不是什麼政治禁忌 行常會面機制已成 但秘密會議的性質可能還存在 按現時國際形勢應是 中美有關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 公布全體級俄烏戰爭似乎不合理 亦與美國指斥中國協助俄的宣傳攻勢不大協調 俄烏戰爭正處於截截點 一個可能是由富爾斯克特澤 演變成北約和俄羅斯的歐洲大戰 另一個可以是併存的可能性是 北約在烏東戰敗 俄軍直逼基庫 阻止北約西侵俄羅斯 這也同樣會引起北約策動的歐洲大戰 習近平接見沙利文 不是因為沙利文的政治級別 而是大有可能是美國通報中國 將會採取如何激烈的行動 改變俄烏戰爭 同時警告中國不要介入 這個議題涉及中國軍方的反應 包括美國要抑制中國任何助俄的準備行動 目的是阻嚇中國助俄 以便美國借北約名義挫敗俄羅斯 中國的反應似不會公開表態 但近日以增加和俄貿易 以民用物資支持俄國的軍工生產 和北韓伊朗的武器出口 一起增強俄羅斯抗戰的力量 但若美國全面攻俄 中國需要進一步部署 怎樣才是最有效的緩俄工作 現在有點像韓戰後期但倒轉 不是蘇軍支援中國志願軍 而是中國支援俄國 但具體能怎樣做呢?